穿著黑衣黑褲坐在地上 吃著頭來的乾麵 這個你點的嗎 你點的嗎 那是你啊 要報警嗎 報警 這名女子就是之前 與資深英語人李昆誠 談戀愛 譜出爺孫戀的林靜恩 我你有錢嗎 我會告你喔 好啊 大辣辣就坐在被害人面前吃麵 就算對方需要報警 林靜恩依舊不在乎繼續吃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中區 一处住宅大樓前 10號晚間11點多 林靜恩偷跑進大樓社區管理室前面 拿走別人的外送食物 就坐在附近旅館前的地板享用 氣得當事人報警處理 穿黑衣服的 然後那個女生就走去 看他裡面回去的話 那就直接拿走 林靜恩日前在李昆誠離世後不斷鬧出風波 除了因遺產跟李昆誠家人起衝突 鬧上媒體版面外 也曾在飯店內砸電視等 再度引發外界關注 風扑不斷 為林女之行為涉及刑法切到罪 後續將林女帶回反鎖依法爭辦 儘管林靜恩與被害人以237元和解 但涉嫌切到罪 警方施後也依法將人移送 由於林靜恩沒有攻擊行為 根據了解警方也無法將人強制送醫安置 TVBS新聞台中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方施後